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觉得它整个房子的颜色都特别的透亮 就像还写的诗一样 这里是它的书房 我觉得它们这个设计的特别好的一个地方是 墙上有一幅画就是记字的看书的样子 然后它们在这里也放了一样的板段 所以你可以坐在这个地方 拍和它一样的照片就在它的面前 我觉得这间房子特别好看 我不知道它算一个什么 可能是一个卧室 就是它有一个沙发 颜色特别好 而且它这个故居的所有的窗户 它都是有配一层透明的沙 这个沙上有画了记词的头像 就特别的有感觉 因为外面都是非常绿的地方 外面是一个花园 这个房间特别大 还有一个钢琴 而且它都是很多扇这种落地的窗户 风景特别好 但是不是记词住在这 是它的朋友 就他们共享了整个一个房间 分成了两个部分 我特别喜欢英国这种 就是很窄的房子 但是有很多的延伸 就是很长 有很多小房子 空间特别好 我觉得它的整个房间 还有花园 就是两个色调 一个是绿色 一个是白色 就特别的清爽 这个花园好大 而且现在秋天 我们已经有落叶 然后也有结的 现在这个房子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小果实